伟荡和可笑往往只有一点点的差距 天才和白痴也不过只有一线的距离 当一个人惧怕的时候 他就成了奴隶 可是当他昂扬向上 也能万丈红尘兵分采 天涯云水路遥长 二哥作为全网素质最高 最客观的缩球博主 今天要将最高的敬意送给 那个男人 不要说什么猛龙是坦克队 篮网是摆烂队 只要能赢 哪怕只赢一分 哪怕打了一百个加时赛 都是值得夸战的 当三半场结束 最近九分落后的时候 当来往死中领先着两位数的时候 是谁 吹响了反攻号角 是他 他是雷霆的天皇 火箭的救世主 奇才的三双王 胡人的七十五大 快船的机枪板凳 爵士的双重过渡使者 上天派下来激发约记起的暗黑天使 Rashar Westbrook 今天的威少 接着是打出了开赛以来对枪一战 球队两位数落后 他下半场强势发标 里头外投中击率 兴致所致 甚至能够完成持球颜色三分 两节时间 狂看四四分一段 强势算令绝军队逆转 进入加时 虽然加斯赛没有获得出场时间 但是他依然毫无怨言 而在板头上卖力的挥舞毛巾 为队友加油助威 这样的精神 只能每一个人为他送上敬意 比赛结束 二哥也是光速为他献上五星 22分5助攻 给足球拳 他还是那个MVP 而至于约老师 这个赛季在微臟的加持之下 依然到了封神的地步 上一场刚刚四十加十 这场又是狂砍29分18分16助攻 两场比赛 合计血皮84.2分钟 身上的五花肉都掉了两斤 于是新赛季四战结束 约记起场均31.5分12.3分19.3助攻 数据已经到了逆天的地步 找着这个节奏打 赛季结束 只有可能竞争得分王的同时 成为MVP历史第三位赛季场均三双的球员 气质残居 唤清风 新卷昌穷 富光年 在困难的时候 要把新交给希望